歡迎來到今天收看Ancient Aliens 我們這次來到的是第17張地圖 Daylight Under Dark Soul 上次還把這個獨成Park Soul 這個我的英語真是我自己都無語了 好了這一關玩過之後呢 覺得前面的關全都是小兒科 我一般喜歡從這裡走 把這兩個電章籃幹掉 然後來到這裡把這個電章籃幹掉 然後就暫時可以喘一口氣 不過這個電章籃沒死 好了一開始這個地方呢 我感覺這一關呢 其實他是想你快捷揍的 但是我只想說一開始這裡打慢一點 對後面很有好處 就是現在可以清掉的敵人 對等一下來說呢 絕對是一個幫助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裡的敵人全速清乾淨 這一關呢給了非常多的電池 所以說電池可以稍微隨便一點用 所以說電池可以稍微隨便一點用 但即使這樣說呢我覺得 我還是會過度使用其他東西 可以死了沒 欸 還不死 贏了 剛才那個翻錢呢 這些血量什麼的都很珍貴 所以說能夠保住多少算多少 好 好 這裡的一開始的敵人全部幹掉了 我們可以拿一下這裡的補給 還有他 這五點 這五點 我覺得不只 跳下去 好了 那 從這裡走 走下來 很好 應該還有一個 沒了嗎 沒了就好 那這個地方呢 發動這個 上去之後呢 前面是這樣的 把幽靈全部打掉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穿出來了 因為這個幽靈呢 是打我們路的 重點 這裡呢 就不要想著去引誘幹架 我覺得 這一關很多地方引誘幹架 其實都不是什麼很好的選擇 所以說 看開一點吧 對這個子彈 因為這一關本身確實不簡單 所以我就不考慮這個子彈不子彈的問題了 這個先 這個可以拿 好了這裡呢 會觸發一個電子惡魔 那邊也會有一個電子惡魔 在搞這個電子惡魔之前呢 我們可以看看 在這個地方能夠打掉多少敵人 就打掉多少敵人 打掉一個是一個 現在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 應該沒敵人可以幹了 然後這邊呢 我們拿起機關槍往前衝 前面呢 會有兩個電江南 然後從這個機械蜘蛛的 這邊跳下來 先不要急著拿那個超能球 這個超能球呢 是留給我們最後加血量用的 現在呢 那就先把可以 眼前處理的敵人就處理掉 注意那邊有很遠處 有一個機械蜘蛛一直在那裡 繁擾著我們 單瘦 直接一點 如果你從手槍開始的話呢 那確實比較鬱悶 因為這個地方呢 BFG在接下來那個地方 如果你拿不到BFG的話 你確實有一點 沒有BFG的話 確實有點麻煩 然後我們在處理這些敵人的時候呢 一定要密切留意上面的狀況 因為這個電子惡魔一發火箭呢 就可以輕鬆把我們送走了 飛那麼高幹嘛 然後呢 但是這個地方呢 可以把上面這兩個機械蜘蛛給處理掉 慢慢來吧 我相信他原意不是讓我們這樣打的 只是我把他切塊完成這個樣子 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技術原因 我覺得這一關的存在呢 讓第15關的難度一定程度上成了個笑話 所以 到時候回去可能要改一改第15關的難度 我覺得第15關的難度跟這一關比 真的是差距太大 欸 打了他一槍 沒事 不要被他打一槍就行了 不要卡謝謝 然後呢 我們先來去找第一個秘密地點 第一個秘密地點在這裡跳下來 我可以拿到一個超能球 其實唯一的秘密地點 準確來說是 然後呢 這裡沒有防護服 所以說肯定要損點血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 不把這個留給最後用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然後 看到下面那個坑了嗎 然後我們現在跳下去那個坑 裡面是BFG 拿到BFG之後呢 兩邊各有 兩個亡靈 然後呢會加上 一堆的男爵 等這個男爵數量 比較低之後呢 我們才 才可以換用這個火箭 不然的話 這個男爵會起過來 你就沒有位置可以站 好 這裡東西撿一撿 OK 回來這裡 然後呢乘坐這個傳送器 回到我們一開始 這個地方來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呢就是 要穿過這個電子惡魔 然後上來這裡 上來這裡之後呢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觸發了 然後往下一跳 這個呢是一個 額外的補給點 好了 拿到這個之後呢 這裡會出來兩個亡靈 我們用電箱把這亡靈給幹掉 注意這個電子惡魔是能看到這裡的 我們乘坐這個傳送器回來 又是回到這個地方 我看看這電子惡魔在哪 然後完了之後呢這邊 計畫不通 本來呢我是想躲在這個裡面 然後 慢慢去處理那些敵人的 只是 他們拒絕這樣做 把我路難了 那我也沒辦法 看看能不能再引起一點幹架吧 看起來難了 不管了 我們自己動手 把敵人打在這個門口呢 有一個好處 因為等一下會出來兩個火人 他很難復活這裡 死在這個門口的敵人 因為比較遠 我們一定要確保這個敵人全部死乾淨 所以你再做下一步火狗的話呢 會很多麻煩事 哎喲 這個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 好吧 我先看清楚 看看這子彈都拿上 這個黃色鑰匙呢 就是要通過發動那個按鈕 才能降下來 現在可以拿這個靈魂球了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了注意等一下火人出在這個地方 發動了這個按鈕之後 速度快 來 浪費 我一定要確認清楚他的位置 那是對面那個 不管是 這邊這個呢 跑哪裡了 他在這兒 他在這兒更好 那我就跳下來了 他要來承諾這個傳動器 我們回到一開始那個地方 然後呢我們可以走這裡 然後呢我們可以走這裡 機關槍呢是這裡比較好的選擇 或者是電漿槍 因為畢竟還有亡靈的存在 有 エザ 嗎 欸 有有有有 這裡有個盔甲是吧 我在想拿來拿這個盔甲 你站到這個地方我真想 我真想現在就把你幹掉 誒 乾脆把他幹掉算了 少一個 我少點擔心 我忘了這裡有守護者的存在 結果被這守護者偷襲了一下 陰的很慘 OK 只能說這樣都沒死真的是我運氣夠大 你居然不去復活那個玩意兒 藍鑰匙在這 把這個墊子我打掉其實有很多好處 因為我們還是要 我們還是要在這邊走了 等一下呢其實 就算不打掉了 最終你還是要面對他所以 我覺得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然後這 放這槓鈴 這樣的話中間這個平台就會升起來 我們就可以到對面了 那到對面之後呢我們 這樣走 然後呢趕緊繞回一開始這個地方來 找到這個黃門 走進去 然後這個地方呢是非常安全引救這個電子漏幕幹架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看著 我們走到中間的原因呢就是要讓這個胖子可以出來 不然的話這個胖子呢從旁邊繞出來實在是太慢了 我不要打我 你後面 你後面仇人眾多為什麼要打我呢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處理這些番茄了因為這些番茄 這個偶爾來一發我真是怕了 他應該是很難跟這些番茄幹起架來因為 這番茄是在天上的 喔還是打到了 漏網的番茄就交給我們了 這網裡還 搞一發導彈過來 從前來說這個電子惡魔迎面非常的大 可能沒了吧 我就想看清楚到底有沒有番茄因為這個番茄啊有可能 莫名其妙打我們路然後就呵呵了 還有一個亡靈 注意這個電子惡魔是可以進來這個地方的一定要 小心 在我們打其他東西 在我們打其他東西的時候呢他有可能 繞著繞著路就繞過來了 他是不是現在在門口啊 先把這番茄幹掉 其實我去練了一下電子惡魔該怎麼打但是 我實戰不太敢用那個辦法 我覺得那個辦法好危險的被他打一炮我就沒了 這裡跳下來 紅藥石呢是在這兒 就是在他第2發 火箭的 時候呢開槍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 直接走到他臉上然後 就這樣 喔 我 子彈都拿完了我去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我剛才把這個也拿了吧 現在能有多少算多少 放弄這個按鈕 之後呢我們 速度還是要快 那個靈魂就站哪 站哪 然後這個傳送器回來 這樣的話我們就回到上面來了 然後我們現在要料理的事情呢就是 是 失落靈魂 因為我是 我是不喜歡用火箭來打這個電子惡魔的所以說他這裡給那麼多火箭呢我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得罪了那個火人了嗎 他得罪了那個火人了嗎 我是不是可以等那個火人慢慢燒死他 不過可能要燒到明天 火人死了 還有四個敵人是怎麼回事 這被搞掉了五十多了 實際測試呢好像這樣打的下火還可以 我起碼打死了一個我再下去 然後死了一個 OK 現在至少應該可以接受一發火箭的 就是這樣 居然 一次路成功 但是我的子彈也被我花的差不多了 居然是火箭的子彈滿 但是這個電池 還可以啊 因為那個地方還有一個大電池包嗎 不是說這 呃是在哪裡 就這裏應該是沒有了這裏應該是都被我拿完了 出口就在那個後面 所以說收集子彈不想看 大電池包 這外面居然還有我都沒留意看 這裏已經沒有了OK 有五百一十八我覺得還是很足夠 那地方在哪我老是忘記了 在這 去 怕我纏一下我亂了 好 這這這這這這 我記得這個是沒拿的 對 然後順便看看其實點的那個地方還有什麼東西嗎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拿完了 好了 居然這裏還有個靈魂球我沒拿 哎呀 看來這個 我是不是有點高估了這關的難度啊 四發心臟槍子當然是要的 這狂魔包我也沒有拿 現在應該就是這樣了 呃 這裡還有東西嗎 我記得這裡就沒什麼東西了 哦 沒有 哦 還有那個地方 但是那個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這個 火箭所以沒用 是時候拿到這個 超能球 無論 無論我是不是一次路成功都好我還是覺得這一關是目前玩過這麼多關 你們最難的一關 比15關 還要難不少 因為15關畢竟 你不用 同時面對這麼多電子惡魔 只是你要引誘他們走位這個確實有點難度但是 這一關就不一樣了 你要在他面前走來走去好多次 要穿過他然後 各種情況都不能失誤 隨便吃一把火箭 隨便吃一把火箭 那是致命性的打擊 然後呢我剛才 紅鑰匙那個地方有所處理的不好 繞掉 就是第一圈衝出去的時候呢 結果撞上那個電子惡魔結果又繞了一圈差點在那個地方死掉 然後就是黃鑰匙門裡面呢一定要注意有守護者 這回事 我為什麼那麼心急往前衝呢 就是因為我怕被透明的電子惡魔打了 但是 現在想想啊 我都既然把自己這邊這個幹掉了所以 就沒什麼好擔心的應該穩打穩扎不要被那兩個守護者偷襲那麼慘 那實際上這關給的資源還是非常的多 你可以看到我最後還剩了一個靈魂球 那就知道其實 可能是我高估了他的難度吧 好吧 這個第17關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次見面是 Illuminati Revealed 18關 Illuminati知道是啥 那 就是這樣 好的那麼我們今天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謝謝阿蘇觀 我們下次見